大家好,我是顺德 我目前从事的是影片相关的编导工作 无论是网路平台或电视平台 广告剧情或节目都有 我是2008年韩苑毕业的 Mexco Major in Broadcast的学生 我觉得影像的创作过程充满了魅力 它让你的作品可以让人跟人 或人跟社会之间产生连结 你也可以灌入自己的一些想法 然后跟大众一起反思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 可以很直接接触大众的创作工作 是非常有意义的 那当初选择韩苑是因为 韩苑是北马唯一 很有规模,很全面的传播学系 食物跟理论都并行 比例上很平均 尤其是当初我一来看到 那个摄影棚跟广播电台 它让我们这些学生 有机会尝试目前跟幕后的工作 比如他会轮流让你当DJ 或者是幕后人员 你可以负责前面的一些发想撰稿 中间的录制或者是后制 这些完整的训练呢 让我们日后在工作上都很有帮助 尤其是目前表达的能力 在韩苑很完整的前置拍摄 后置的训练 它都很到位 所以尤其现在我们这个媒体产业 进入影像跟平台多元化的时代 以前的电视台都很大嘛 广告公司啊 影响力跟规模都很大 但现在开始变小了 为什么? 因为它开始大量转移到网络 或者是社群媒体上 所以影像的制作规模开始多元 开始不受以前的规则限制 打破了传统 所以我们做这一行的也得转型 从以前我们只需要专注在 制作上的一两项工作 到现在我们得不同程度的参与 前置啊拍摄啊后置的工作 所以当初含苑很完整的这个训练 在这一次的媒体转型上 给我带来的很大的帮助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好处啦 那就是让我们在创作上 可以拥有更多的可能性 我们的思维也可以更开阔 我永远记得当年第一次进入课堂的时候 讲师给我们讲的第一句话 那就是从事这一行 需要有热情 当初很懵懂啦 但是多年之后开始很认同 为什么? 因为创作的路上 其实充满了许多挑战跟未知 但也因为这些未知 还有不确定性 而让它充满了魅力 充满了理想性 所以如果你以后想要走上这条路 无论是成立工作室啊 Production House啊 或去当别人的In-house 你都要记得你的初衷 然后不断地提升自己 无论是技术层面 或者是人文素养 都要提升 多阅读 都关心社会 因为我有这样 你才能打开自己的思维 广度跟深度 那么你的作品 才会有内涵跟厚度 尤其现在传统呈现 那个影像的方式 已经被打破了嘛 你会有更多的机会 传达自己的想法给世界 所以你必须记得 你所创作的每个作品 都会对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所以我们都要时刻保有 作为一位创作者的素养 还有责任 而我相信进入这一行 你一定会找到 自己想要的方向 还有自己的路